是接触的部分 那 其實在Rodis裡面的 接觸 也蠻多的 那我們的講義這邊只列了三個 其實是我們主要會使用的接觸類型 那在 Rodis裡面我們的接觸呢 主要使用到會是這三種 它是叫Type7,Type11跟Type24 基本上這三種都是屬於Penalty的接觸類型 它的介面都是中間會有一個彈簧 有一個接觸剛度 那 Type7 Type7屬於是一個非線性的接觸剛度 那是一個點對面的接觸類型 Type11跟Type7很像 它也是一個非線性的接觸剛度 但它是處理Edge-to-Edge的Contact 就是Type7本身沒辦法處理Edge-to-Edge 那只有你要再加一個Type7 才有辦法處理Edge-to-Edge 那Type24是最近比較 應該說這幾年 推出來的一個新的Contact 叫Type24 這個 這個接觸是 有點類似GeneralContact 是用來處理 它是一個線性剛度 跟前面不太一樣 它是線性剛度 然後它是點對面面對面或是 或是是 Single Surface的Contact都是屬於這個Type24 它是用來專門處理實體的 如果你是你的模型都是實體的話 建議都是使用Type24 那如果你的Model 大部分都是Share鍵 就是 板凝鍵都是Share鍵 你就是用Type7 加Type11 來做處理 要兩個一起加進去 你說Type7跟Type11 對 要一起加進去 就看你有沒有考慮Edge 編對編的 如果你的東西不會有編對編穿過去的話 你就不用加Type7 但你如果要確保你的東西不會有編對編穿過去 你就Type7跟 就Type11把它加進去 那Type24可以用在Share那些用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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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ervice Service Share 為什麼沒有推 Share用2 因為有時候Service 因為這個Type24 當初 發展出來的時候是專門給Sally的用 但它也可以處理Share 但它是專門給 電子頁應該說是給電子頁 因為電子頁很多 實體鍵 所以這個Type24 當初推出來是針對 電子頁那些實體鍵的接觸 對所以它也可以處理Share 對但我說兩個Share 常常 因為你Note2Service有時候就是從面主面 對 判斷麻煩 那我要讓它Auto兩邊都設取 對 那我可以用Type24 你可以用Type24或者是用Type7也可以 Type7你就 設兩對 就一個點對面 再相反再設一個 重面把它丟 那Kz太多了 可不可以它計算數 會慢一點 就是變成它是雙向會做偵測 會慢一些 對會比較慢一些 就是如果你要做雙向偵測 就是 設兩個Type7 其實是可以的 對 Type24本身可以做Service 這兩個還有一個差異就是 Type7它 比較嚴謹 因為它接觸剛度是非線性 就是它只要 一碰到這個東西 它的剛度是不是 不是線性 它的剛度是 成指數的一個往上跳 所以 它會確保你的東西一定不會穿過去 所以它很嚴謹 就是 你只要有一點點初始穿透的情況下 有時候你 它連算都不會讓你算 它連算都不會讓你算 那Type24是相對 它是線性剛度 所以相對來說 它比較 不是那麼的嚴謹 就是說你的東西有時候有一點點初始穿透 在一點點的情況下 它其實是還可以讓你算下去 是可以算下去 可是Type7有時候很嚴謹 你有一點點初始穿透 它 它就不讓你算 你算不下去 你算不下去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發展Type24的原因 就是 你如果用Type24去處理 那種 複雜的那種 電子頁的問題 因為電子頁很多東西是有穿透的 對 所以你用Type7根本沒辦法算不下去 所以後來才發展出Type24 好 這大概是什麼就是用來處理接觸的問題 就像碰撞啊 這些問題都是用 就是要來考慮接觸的部分 那我們接觸 主要的話就是使用Penalty的方法 就是 面跟接觸面 點跟面之間 它在搜尋接觸的時候 它只要找 找出有接觸的位置 它會在中間拉一個 理解一個假的彈簧 然後這個彈簧會產生一個反重用力把你的東西推回去 這個物體的表面 所以產生接觸力 產生接觸力 那我們的 Interface 就是這個接觸的類型 有點對面 有面對面 跟有 自接觸 可以考慮自接觸 自接觸屬於Note2Service的一個接觸 好 這是Radius 目前所有的接觸類型 有給 成型用的 有給 劉過河用的 那有 也給其他一些特殊領域使用的 那這邊是 我們在 是屬於通用的類型 就是 Type2是TypeContact TypeContact 如果你有東西要做 連接的話 你的類型是屬於Type2 那是一個Note2Service的Contact 點對面 的連接 Type7 Type1 是一個GeneralNote2Service的類型 Type11是Edge2Edge Type24是一個 GeneralNote2Service或是Service2Service的類型 OK 如果像 Bullbearing那一種 不要算哪一種 Bullbearing 這個應該用Type2S 因為它是實體的嘛 所以用Type2S處理就行了 Type2S Type11是邊對邊 所以它是線對線 Edge2Edge的Contact 那這兩個類型都是它的 剛度 接觸剛度都是非線性 都是非線性 那這兩個類型也會有 需要設定Gap 就是那個接觸厚度的距離 這也是比較 稍微有一點點麻煩的點 就是你要考慮 Gap 你要知道那個接觸的 Gap的大小 然後Type24它是 Note2Service或者是Service2Service Gap的話 對於Sally的它是不需要 你告訴它Gap Sally的是以最外表面 但Share的話你還是必須要告訴它 Gap的大小 接觸類型的大小 那剛度的話它是線性的 對於你是以SallyPod為主的模型 那建議就是用這個 Type24 那你握是以Share為主的模型 你可以使用Type7 剛剛講那個 Gracefit是說它初始就有感受 你可以等於初始就有感受 對 讓它自己撐開 對 有點類似 景佩的那種分析 Gracefit 好我們先看一下Type7 Type7它是一個點對面的接觸類型 就是 我的 假設我有 我的接觸面 是從 重結點 重結點會先靠近主面 然後重結點會去搜尋 靠近 連接的主面有哪些區域 然後 主面會去判斷 重結點是否有穿過主面 那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Contact Gap的概念 就是說 你要告訴它這個Gap值的大小 當這個重結點穿過去 這個Gap深度的時候 它會在這個地方產生一個 彈簧 把這個點推回去 這個彈簧它的剛度是 非線性的 那它的關係是像這樣 橫走是Gap的深度 重走是 反例的大小 所以你會看到 當你的東西 假設你的Gap深度是照這個地方 隨著你的東西越靠近你的 接觸面的位置 你的剛度會 趨近於無窮大 這是所謂非線性的接觸剛度 確保你的東西一定不會穿過去 那 也是因為這個關係造成 這個Type7 它在接觸的 設定上面會比較嚴謹一點 會比較嚴謹一點 所以它這個 等一下 所以它這個要你的Gap是一個 絕對的數值 是要你自己給的 欸 它可以是 一個constant的Gap 也可以是一個 Variable的Gap 我們後面有提到 就是說 你需要告訴它一個 最小的Gap 就是 它會跟你的元素尺寸 還有 你的元素的類型有關 如果你是share 或者你是solid 它那個Gap會有一點點 會有關係 後面會提到那個Gap 它是怎麼定義的 所以 這是Type7在使用上會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你要 明確知道那個Gap要 要設定多少才是合理的 好 呃 好 Contact Gap 好那我們剛才這邊提到就是你的 Contact Gap 它可以是constant 也可以是variable 就是 你的接觸厚度 它是 恆定的 還是你的接觸厚度 是會變的 好這邊可以 可以做選擇 那接觸厚度如果是恆定的情況 就是說你 你所有的part的零件的厚度是一致的 你才會用constant的Gap 那如果你的所有的 你的part是有不同 厚度的話 那這邊就 不建議你用constant Gap 因為你就 接觸的厚度的定義就不對 OK 那像這種轉折的地方 它會自動在這個轉折點 會有一個 Cylinder的這個contact segment 定義在這邊 確保你的 接觸在這個轉折點 會是一個smooth的false 在這個地方產生出來 而不會是像這樣子會有一個 一個斷序的點在這個地方 它這邊會是產生一個圓弧狀 或是type7 在處理這個地方的時候 自己會生出來 對他這個自己會 自己會生出來 自己會做這個 然後 我們的 在定義這個type7的接觸 其實主要就是 你要定義一個slab 定義一個master 那slab 通常來說 會是一個node set 那master 我們一般會選的是一個service 所以slab 一般我們會用這個 group node 去 定義 重結點 那master的部分 我們選的是 service 一個part的 ext 就是外表面的service 去選進來 所以 主 就是主 主面跟重結點 主面跟重結點 一般會這樣子定義 在type7的時候 那 如果你想要做 我們這 說一下 點對面跟面對面 點對面它是屬於 單向的偵測 就是 主面會去偵測 重結點 有沒有穿過它 可是重結點 不會去 反 不會反過來 不會 重結點不會偵測 主面有沒有穿過它 它是always 是單向的 那你如果要 是做雙向的接觸 就是 對稱的雙向的 你就是 射兩隊 把它反過來 射兩隊這個接觸隊 type7射兩個 就是一個是先射 這個當主面 這個當重結點 另外反過來 這個當重結點 這個當主面 就做一個雙向的偵測 做一個雙向的偵測 那你如果是要做自接觸 考慮自接觸的話 那就是把 重結點跟 主面 重結點跟主面 都是定義 所有的 node跟element 如果你要做自接觸 就是你定義的 group of node 就選中 所有的part 那你定義的service 也選中所有的part 然後選到slab 跟master 這就會考慮 自接觸 可以考慮自接觸 所以你對於一個 複雜的assembly的model 你想要簡單的設定這個接觸 你就直接用這個savecontent 直接 選中 全部的節點跟選中全部part的service 然後指定到type7裡面就行了 指定到type7裡面就行了 那這個是在type7裡面我們會需要定義的參數 首先會有一個i-gap 這個gap是去決定你的接觸厚度 你是 是constant的 是固定的接觸厚度呢 還是會 會變動的 那你還需要告訴他一個gap meaning 就是 我的最小的接觸厚度 是 做多小 我就是要告訴一個最小的接觸厚度 一般這個接觸厚度最小是 定義為模型中 板後最小的那個厚度 一般這個接觸厚度會給的是 模型中板後最小的厚度 當成這個最小的gap minima 是說share share的厚度 share的厚度 對share的厚度 不是share的厚度 好然後這個 I-N-A-C-T-I是用來 忽略初始穿透 用來忽略初始穿透 在後面會提到 他怎麼忽略初始穿透 然後I-Stiff是 我的 接觸面的接觸剛度是怎麼樣計算出來的 是以主面的剛度來做計算 還是以從面的剛度來做計算 還是是兩個平均 這你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我的fusion 我的摩擦力的formulation的類型 然後我們在這裡還需要定義一個 minima的stiffness 在這個 接觸面上面 就是我需要告訴他 因為接觸剛度會從 接觸面的元素去計算出來 可是我還是必須要宣告他一個最小的接觸剛度要用多少 然後i-delete是 當你的模型有考慮失效的情況下 你的元素會被拿掉 那i-delete的用處是 當你的元素被 你的重接點被拿掉的話 對應的主面也會失效 不會考慮進去 如果你有考慮失效的話這個才有用 如果沒考慮失效的話這個就沒用 好 那我們來 我們來看一下 gap的定義 就是所謂的接觸厚度 他是怎麼樣定義的 如果你是 gm就是master gs是slab master的 element的gap 如果你是 share element 他是以1 2分之1厚度 當成是他的gap 就是你的板後的1 2分之1 假設你的板後是1mm 我的接觸厚度就是0.5 我這沒有問題 就是他的上下表面 那如果你是屬於實體元素的話 你的master面如果是實體元素的話 他的接觸厚度是0 就是後路是0的意思表示他是以外表面當成他實際上會接觸的位置 如果你是實體 我們來看一下重結點的gap 重結點的gap 當是0的時候表示你的重結點 沒有連接到任何的元素或者是只連接到 是屬於bwink 就是屬於實體元素或者是spring element 如果你的重結點選中是spring element 或是 或是實體元素的 表面的節點的話 他的gap是0 那當你的 重結點的gap是2分之1的話 就是當你是使用share element的時候 你share element的node如果當成是 重結點的話 他預設的 最大的接觸厚度就是他的1 2分之1的厚度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如果你的重結點選的是bin element bin element 那會跟你的截面積有關 他的接觸厚度等於1 2分之1根號s 就是你跟你的 1 2分之1的根號截面積 當成那個接觸厚度的範圍 這些數值都是相對值還是絕對值 你說哪一個 相對值 他給1說1倍的厚度還是1米 絕對值 對是絕對值 就是1個迷你1個 所以這些是D4 但是我們要給的話 只要給絕對值值得而已 對 我們要 我們要 他這個是說 假設你兩個service 那他彼此有厚度 所以他似乎他考慮那個厚度 對 對 然後那他 Q25 那他集中方法就是打算 就是 這個201 就是T2 對 所以這2分之1 T1 加 T2 處 這個呢 인을加dim 呃.. 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像这个 蓝色是GM 红色是GS 对那 这个gap会影响到 你的GM跟GS是share 还是solid还是bin 会考虑的方法不一样 当你的GM如果是solid 那它这个gap 其实就是零 就是它实际上是以这个solid的表面 当成接触面 当你的GM如果是share share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厚度 那实际上它的这个gap 就是以1t当成这个gap 所以实际上会发生接触的位置 会是在这个1t的外面 不是在share的面上 这是这个gap的用意 那slap也有不同的考虑方法 如果你的重节点连接到的是solid 那一样是最外表面 这当成接触面 但如果你的slap node连接到的是share 它也会有一个1t的厚度在这个地方 所以一个contact里面我们会有两个这个东西吗 就会有一个是主面的一个是重面的 对 会有一个gap主面一个gap主面 是分开设的 只是一个7 这个其实我们不需要分开设 就是它会自动算 它的算的逻辑就是照这个算 但我们只要告诉它 因为它有时候在取的时候 它会依据这个厚度去取 但我们会提到会有一些例外 就是说有时候你的厚度可能有很多厚度组合起来 但如果你没有宣告一个最小的厚度给它的话 它可能会用比较大的厚度去做接触 那你接触的位置就不对 有时候就会不对 对 会有这个问题 对 后面会提到说 这个会有一点 就是那个gap它是怎么决定出来这个部分 gm跟gs 对 会有gm跟gs 就是会决定你是用所谓的constant gap 还是你是用veralable gap 对 它的gap在取的时候会不太一样 对 对 Share那种的话 它是会两面 两面都去搜寻 还是是有决我 两面 两面上下两面都会 对 两面都会 对 如果有初始穿射才会分在那里 对 所以 你如果有初始穿射的话 这个会比较麻烦 对 因为你的gap干涉的话 这会有点麻烦 就是它会比较不好处理这个东西 对 所以它比较严格一点 就是你初始穿射才会尽量避免 对 对 会比较严格一点 好 呃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好了 我们明天再来看这些gap 呃 是怎么去宣告出来的 这些gap的定义 今天先上到这边 看他们有什么问题 看他们有什么问题 嗯 嗯 嗯